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相亲 不是说好了今天我跟她一起吃顿饭就认识一下吗 你以为认识认识是什么意思啊 还不是对你有意思啊 你去见见面 你要是不愿意的话拍拍屁股走人就好了 这也不讲不过你了 没事 听梅姐这样说完 我都有点紧张了 相亲这个事我一点准备都没有 梅姐 我现在还不想相亲 那怪我没跟你说清楚了 没事 你要是有一点不愿意呢 咱们这事就算了 我现在就给那边打电话 让他们不用来接你 别 梅姐 我去不就一起吃顿饭吗 再说了 我去把饭吃了 对梅姐你还有帮助的 傻妹妹 你瞧你这话说的 只有你幸福了 这对我来说才是最大的帮助吧 走 把一个换了去吧 你这一事儿 梅姐的杰作吧 猜对了 说说吧 今天也有什么活动呀 相亲 相亲 你跟谁相亲啊 梅姐给你介绍的 一个呢 还不错的男生 年纪跟我们差不多大 人特别老实 这能老实吗 这梅姐按的什么心啊 你别这么善良我跟你说 知人知面不知心 他万一给你介绍一个 特别大的坏蛋 怎么办 什么大坏蛋啊 人家是蓝教授的学生 我之前就见过的 而且今天我了解 他也是从冬村出来的 人很踏实 没什么花花肠子 你这吃一顿饭 你就被人家收买了 我跟你说 你就离那个梅姐远一点 哦 知道了 哎 花花 你倒提醒我了 我第一次见苏小毛的时候 梅姐那天 让我在吧台等她 刚好苏小毛就在吧台 会不会是梅姐安排好的呀 你看 这就是司马昭之心 就算是安排好的又怎么样 反正梅姐对我那么好 我不就帮人家吃顿饭吗 又不能怎么样 你报答也是要有底线的 你别到时候 人家把你卖了 你还帮人家数钱 你听我的 你不要离他那么近 你听见没有 哦 知道了 赶紧洗澡去